中午吃了日本大阪這邊一家燒肉店 中午吃和牛 居然吃這種燒肉還有定食 比較少見 在台灣比較少 吃這個感覺蠻罪惡的 等一下可以走多一點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是屬於什麼地方 我們現在是大家應該最首席的 新災橋商店街 真的耶 新災橋商店街超多人的 而且看起來外國人的比例非常高 尤其是台灣人 我們現在在這裡講台灣話可能 有沒有台灣人然後大聲大聲說 有台灣人沒有可能一堆人回頭 那我們今天來大阪 主要我們要帶這幾個好朋友去看房子 我們要去哪一個地方現在 我們現在去就是住籍大社 這個比較南邊一點的地方 住籍大社 它是什麼東西 住籍大社是一間在大阪南區比較滿 南邊的一間寺廟就對了 對 所以等於說 它是在離這邊很遠嗎 坐車 有到和歌山嗎 沒有到這麼遠 去機場的一半都 從這邊坐車大概20分鐘 20分鐘左右 觀光區其實蠻少人會去觀光的 住籍大社不是一個觀光區 它算是當地人會去 但是外國人比較少的一個觀光區 外國人比較少 OK 好喔 那我們現在人在 這個是新災橋 直接坐地鐵過去 我們坐地鐵過去 沒問題 OK 那我們就直接走囉 這邊大家在議論分分 這一台到底是什麼 這個叫做 換錢鎖 Money exchange 但是這種的很方便 在路邊全部都有 只是說它的匯率真的比較差 像我們看到 我昨天來的美金是 在機場換的是 一百四十點八五 那這裡才一百三十二 就是說一百塊美金 這邊只能換一萬三千兩百六十六 但是在機場 我昨天換是一百十 一百塊美金可以換一萬四千八十五塊 所以如果不是很應急的話 建議大家還是去銀行換 會率會比較好 阿敏 阿敏 你不是說要帶我們來坐車嗎 對 我們現在是新災橋 對 所以這個地方是有一點像台北中山地下街那種感覺 對 就是新災橋環場 到那邊去 好幾個捷運站的地下街就對了 那這邊其實十一住行預熱也全部都有 所以如果說上面在下雨 不想在上面淋雨的話 其實走這地下街也不錯 對 美田啊 難波啊 都有 地下街也蠻發達的 剛好來儲值一下我的那個 Iko卡 儲值有點像Yoyo卡 台灣的Yoyo卡 然後出來就好了 然後他要找錢 非常方便 阿敏也在儲值 你們也要儲值嗎 來來來 除一下 有沒有覺得來日本玩就是一直走路 對要一直走 好像在斷練對不對 好像在行軍對不對 有沒有想到回去當兵的那一段時光 所以就是來日本自由行 就是要靠雙腳 然後做捷運做地鐵 非常方便 十一號公程 十一號公程 是輕軌電車 對 如果大家來觀光的話其實不太會做 因為它會到的地方其實都不是主要底線 喔 不是主要的點啊 對 所以大阪這樣子的輕軌電車多嗎 就兩條線而已 兩條線 都在南邊 喔 而且我看它的站 它一個小時大概兩班而已耶 一個在兩班而已耶 這個是屬於叫輕軌電車 真的很復古耶 就一台 就一台而已 後車上 前門下 後車上 然後前門下的時候再刷 好特別喔 這個就有位置做了 要逼嗎 要 我還沒逼耶 逼一下 阿民 這個車廂也太老舊了吧 怎麼這麼復古 這個年紀好像比台灣還要大 這個年紀比台灣還要大 對 它好像是1900年開始的 這個叫板借電車 喔 板借電車 喔 板 大板到借室 到Sakai 的一個電車 對 OK 然後 坐大人230塊 就是都固定 固定費率 所以你不管坐多遠 都是230 對 所以我們要坐遠一點 而且只有一截車廂而已 一截而已喔 欸阿民 這個是什麼地方啊 怎麼這麼熱鬧 這就是 大阪南部 蠻有名的一間牧師 沒有叫做駐吉大社 剛剛你說的那個駐吉大社就對了 喔 有點像是 類似東大市那個意思嗎 對 它裡面逛部的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是什麼事 哈哈哈哈 以為就是它是很大神聖 喔 很大神聖 過年的時候 過年大家會來這邊敲鐘就對了 駐吉大社 就是住 就是居住的住 吉就是 吉利的吉 所以意思就是 要買房子也要來這邊 求個平安府之類的 所以我們要去看的房子 是在這附近的 就在駐吉大社附近 下車了下車了 下來居然是一個這樣子的月台 好像那個神隱少女 在海中 海中央的那種月台 他的電車也是這樣 拜拜 太酷了吧 拍個照紀念 我們這地方真的很安靜耶 我們這群人在這裡走動 都覺得怪怪的 哈哈哈哈 住宅區 純住宅區 光是看這個就知道 都沒有人 了無人煙 住宅很多 住宅很多 這邊感覺都是一戶建的感覺 對啊 其實日本還是喜歡住一戶建的 一戶建的 電梯比較少 電梯比較少 你好像看到 Jack好像看到這些 這種房子看起來好像滿有趣的 你對這些房子很有興趣 對啊 你會不會比較喜歡住這種透天的一戶建 一戶建 感覺不錯 感覺不錯 在家裡比較少是住透天的 一般在台灣的時候 因為我們小時候就看 蠟筆小新櫻桃小丸子 還有那個 哆啦A夢 他們都住這種 所以受它影響很大 你知道 感覺去到他們家了 好像來到他們家 你看 所以你們覺得這裡像台灣的什麼地方 台中的風源 台中的風源 風源的天橋 風源的天橋是長這樣 所以這一區真的是 感覺是比較住宅的感覺 你看都是 這個媽媽 媽媽隔壁鄰居媽媽 帶著小朋友出來 就是要去採買 等一下他們在討論說 我要買魚還是要買豬排 那種感覺 很安靜的一個地方 其實這裡大概我們搭車 大概一、二十分鐘左右 離大阪最熱鬧的新災橋那邊 大概十幾二十分鐘就到了 就搭剛剛那釘釘車 誒 過馬路 誒 好像到了 應該是這個社區 它下面有一個店面 那座 有點像是 醫院 整形外科的醫院 然後目前看起來 一、二、三、四、五、六 六層樓的一個高度 那這種孟雄就是最簡單 在日本最常見的孟雄 看起來 屋林也沒有很久 那旁邊有一個停車場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也是阿明他們公司管理的 Takuto管理的 那一樣是用他們公司的APP 就輸入完以後就可以上去了 看起來沒幾戶誒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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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十六 四、五、二十 二十戶而已 總共才二十戶的一個社區 然後 像走到後面它有這種停車的區域 這應該是這個 整個是這個社區的 對 停車格還比較多 因為這邊比較郊區 應該是這樣 然後它這裡垃圾處理的地方 集中處理的地方在這 應該分前後洞 我們要準備進去了 信箱區在這裡 進來 一樣 一眼就把所有的公司都看穿了 就是一個進來 就是一個電梯 那它的公共區域其實蠻大 就外面那個停車場 喂 喂 到了到了 出來 喔 真的很宿舍 很像我們台灣那個學校宿舍的感覺 然後因為剛剛我們就有說 那邊是住籍大社 住籍大社那個樹海那邊 那這邊幾乎都是這種一戶建的住宅區的感覺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裡雖然才五樓而已 但是感覺就已經可以看到 遠方那個大阪市中心的那些高樓大樓 高樓大廈 那這房子大概是這樣 欸 有做鐵窗耶 好像在日本你看到這種做鐵窗的 台灣比較容易看到這樣子 這間房間來的時候 我們稍微給大家介紹一下 在日本它都有這種電氣箱 那這個好像它的 它的熱水器它沒有裝在這裡面 然後電跟瓦斯水錶 Cable全部都在這裡 這個區域 感覺他們已經去裡面開始看喔 這間好像比較大間耶 這是三房的喔 進來以後 感覺好像還沒整理的感覺 那進來一樣這門 在這裡啦 在這裡看到了 直接開 電箱在這裡 進來一樣有個玄關落成區 裡外 然後走過來 有兩間房間 這間房間蠻大間的 大概是這樣 三房的 然後一樣有一個衣櫃 這哆啦A夢在睡的那種衣櫃 上面有掛衣服的地方嗎 也沒有耶 奇怪 那這要怎麼掛衣服 這儲藏室 把它關起來 然後大門進來了以後 這邊還有一個空間 但是它的這個地方 有一點感覺是有一點滲水的感覺 會有壁矮 所以它壁紙都掉了 大概是這麼大 其實這空間還蠻大的 大概是這樣 那這應該是一樣的格局 裡面會不會跑出什麼蜘蛛啊 什麼之類的 怕怕 大概是這樣 所以兩間房間在最外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廁所 大概是這樣子 有一點年紀的感覺 然後他們很會善用空間 所以有沒有看到 這地方又有一個置物空間 所以進來以後 還有一個這個 這也奇怪耶 外面兩間房間 然後這邊又做了一個這個門 這是什麼 這是怎樣 進來 剛剛那是廁所 那這個就浴室 這因為這間還沒整理啦 所以就原始的屋況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是在洗衣機的地方 然後浴室 這些東西 然後這是廚房 廚房的部分是這樣 他們在討論什麼 可以怎麼格 廚房的部分 水的部分都還有啊 它水沒有停掉 這樣子 所以 這裡還有一間這個 算是榻榻米的 和室的部分 那裡面還有一些櫃子 因為我們就不進去了 這榻榻米的部分 所以這邊應該是客廳 那邊是餐廳之類的 餐廳裡面還有 這個媽媽菜煮好 放在這邊 然後就拿來這邊吃 然後它這等於是客餐廳 合在一起的一個格局 這麼大 因為現在都還沒有整理 所以先就是給大家看一下原 原始屋況 其實這樣子好像大小 比較適合台灣的一個 一個大小使用 家庭或者是家人一起住 可能住這個比較剛好 像我們之前就看的那種 1R的或1K的 那個比較小 那個一個人住 它這個 兩邊落地窗 所以我那邊也可以隔起來 那邊你要隔也是可以 看你自己啦 是不是 阿敏 像它這個房子 目前都沒有整理的部分 到時候是變成要買的話 是直接再請裝潢公司 或裝修公司 對都是有 像這個班主 你看連電燈跟冷氣 它都是拆走 電燈跟冷氣都拆走了 這個房子 不管要住要賣 就是房客 或是之後買的人 要自己裝 要自己處理 外面還有一個陽台 這陽台 從這個到那邊 其實還蠻大的 應該就只有這個工作陽台 但是它這個就在上面 可以讓你曬衣服了 所以這邊比較沒有管控 是不是 這個房子屋齡比較舊 所以之前的設計可能 願意讓你也可以掉這麼高 但是現在其實大家都 普遍來講 因為這邊也沒大樓 沒網上 其實這一間雖然說屋齡比較高 可是它外面還有整個社區的公設 維持得還不錯 只有屋況的部分 可能到時候 它可能當時搬走的時候 已經住了一段時間 對 這個房子屋齡大概30年左右 這個30年 一手屋組住到現在 對 OK好 剛剛我們從丁丁車那個是輕軌 叫做板界線 板界線的部分 我們從那邊走過來這邊 大概坐了十幾二十分鐘 其實也不是非常遠 非常遠 是不是在後面那邊 對對對 那走從那個車站 這個叫什麼站 這一個叫什麼船 看一下 沒差 反正就是在住吉大社附近的一個站 那個站走到這邊大概是走了 矽井川 矽井川 全部是住宅區 很單純的一個區域 然後旁邊感覺有超市 就是住宅 你如果是要自住這邊是OK 但是如果要買來租給人家 會不會比較不好租這裡 租人的話其實還好 因為這一區塊的話 大概都是家庭房子 家庭室的會比較多 家庭室比較多 不會不好租 租金的話大概可以租到十萬十一萬 這邊可以租十萬十一萬 因為這個有三個房間 你們租那個一房的 一LDK的就已經十萬了 九萬再加 這邊租下來才十到十一萬 因為這裡比較偏一點 這裡離市區沒有這麼近 而且他們在新大阪 那個玉堂金地鐵 什麼都是主線 這些如果說要JR或者是南海的話 還要走一下下 所以假設說家庭成員比較多 你又要租大概預算在十萬以內的 可能會選比較遠一點的地方 就是像這裡 所以這裡也有一些族群或客群 會選像這樣子的房子 可能太太或者是先生 太太或小孩子都在這個地方 物價比較便宜生活 只有先生上班比較遠 其實沒多遠啊 這裡離大阪市區 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也蠻多人會選擇這裡 一定要住在市中心 OK好 那我們剛剛就已經跟大家分享了 他的所有的一些資訊 離那個叫丁丁車 輕軌站大概走路八分鐘左右 七八分鐘左右的一個這個Motion 而且是三房 我們最近來看三房的Motion都很貴 這個年紀比較稍微多一點點 他這個總共的坪數是多少 大概市內是八十坪米左右 室內就八十坪米喔 對 那這樣換成台坪大概幾坪啊 大概二十五坪左右 二十五坪在台灣已經也是做成三房 只是說在台灣的房間 可能沒有辦法三間都這麼大間 陽台也沒那麼大 但他沒有後陽台 他就是只有前面這個陽台而已 那這樣子二十幾坪 如果台灣要買到大概四十坪左右的房子 才有辦法買到這個 但是他這邊就是沒有什麼公設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 因為你再把它加什麼二三十坪 我是說在台灣你要買到 然後這樣整個室內使用空間大概要四十坪 差不多 差不多 這個如果在台灣買到三十幾年的老房子 如果四十坪左右 大概也都要個一千萬上下 一坪二十五萬來算了 一千多萬去 那這個股主目前開價多少錢 開價的話是二三五零 二三五零 對 二三五零 那不是這幾百萬而已 二三五零大概台幣五百多萬 五百多萬就買到三房 對 那以你的經驗 這樣子要再把它整理下去 大概要再花多少錢 我想就是弄到稍微好一點點 大概加兩百 差不多 兩百也才四十幾萬而已 對 再花四十幾萬你就可以做成 你覺得還OK的狀態 因為大致上的話 其實主要是壁紙 壁紙 廁所 廚房 這三個地方 重點弄一下其實就差蠻多 就看起來就整個煥然一新了 OK 好 那如果說大家對這個房子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加入我們群組或直接問阿民 阿民在群組裡面有問題可以直接問他 那我們這一次有好幾個朋友 跟我們一起來這邊看房子 如果說下次你也想跟我們一起到大阪 日本這邊來看房子 多了解狀況 那我們隨時準備出團喔 歡迎加入我們群組 我們隨時公告 那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感謝阿民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朋友可以參考連結看詳細資訊喔